又或者是中國 更加有鑄幣廠的高層 就知道印鈴錢巨為多有 所以正正因為一些國家 他們的假鈴錢問題實在太嚴重 很多時當地人民都寧願選擇用電子支付 都不會選擇用現金作為交易 好嗎?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知道 最近我們經常聽到一群中國旅客 他們就說 唉,為什麼這裡是這麼落後 這麼麻煩啊? 我們中國那邊只需要一部手機 就可以出門啊 這裡還需要用現金 Oh my god 每當我聽到一群中國旅客說這句話的時候 我都覺得就... 你們就不要來 一來,又不需要麻煩你們 單單用現金 二來,其實我們就 真的不是你想想之中 這麼想你們來 好辦法啊 那就搞定 一想就想到了 這句話就令我很好奇 究竟用一些移動支付 又是否可以代表國家有多先進呢? 又或者是不用的話 又是否代表國家是很落後呢? 所以今天我特意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實情是怎樣的呢? 為何中國移動支付的普及率會這麼高呢? 會有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還有最後,我都想就著這句話題 就想分享一下我的個人體股 好了,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按讚、分享、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更多的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首先,我在網上搜尋一些關鍵字 打算去找一下 究竟全球各地使用移動支付的趨勢是怎樣呢? 如大家看到 在中國內 幾乎有多達九成的人口 都是有使用移動支付的 而且中國在移動支付的交易總額上 更加是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所以真的不是開玩笑 中國在移動支付的一方面 就真的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二 但是我們也找到另一個數據 也是相當有趣的 就是以移動支付的交易數量來看 這個位置是果然印度排第一 知不知道他是誰? 是不是做咖喱的? 他是你老爸 茶 乖 爹 爹 喂,那還可以 如果按照你們中國人所說 印度豈不是先進過你們? 又說真的泰國 巴西這些都是先進的國家 而且我也在網上發現 有一位東北國家肯亞 其實早在2007年的時候 就已經推出了手機支付服務 M-Pizza 當地有超過六成的人口 都有使用這個手機支付服務 所以單單從我上述的資料 大家都會發現 一個地方移動支付的普及程度 其實跟那個地方是否先進呢? 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收屁吧 除非你們承認印度也是一個先進國家 那我就承認你們中國用這些支付網 都是先進國家 OK? 可能很多人看到這裡的時候 都會反問 究竟為什麼這些國家 移動支付的普及程度會這麼高? 根據我在網上數找回來的資料 我就大概歸類了背後有五大原因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 通常一些國家 他們的金融配套設施都是不完善 甚至是嚴重不足 我就以中國為例 中國如果你是一線城市的話 就好像北京、上海這些 可能都會好些 但是 如果你去到二線、三線、四線的城市 其實當地的一些金融設施 就是銀行、ATM 都是嚴重不足 是啊,什麼都有 這裡廁所也有 少林寺也有 是沒有中國廚藝分裂學院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就令到很多中國人都會選擇用自動支付 減少他們 即是處理銀行業務上各種不必要的麻煩 第二個原因就是 通常一些地方申請一張信用卡的門檻 是非常之嚴謹的 根據《懷疑家日報》 在2018年發布了一段 關於中國移動支付的影片 當中就已經說到 其實在中國裏面 是有很少的人才能夠申請到一張信用卡 其中一個因素 是中國政府 使用Visa和MasterCard 去獲得一堆 而且我要特地走上網去看看 一些中國網民 對於中國申請信用卡的看法 當中也有些人說到 如果在中國要申請一張 規模大小小的銀行信用卡的話 其實那個申請門檻 都是非常之嚴謹的 即是要你交出地址證明 資產證明 入息證明 所以正正因為支付寶的出現 其實是解決了很多中國人 因為申請不到信用卡 而面對各種理財、金融的問題 第三個原因就是 通常這些國家 都是有很嚴重的假銀子問題 即是就像是印度一樣 你隨便上網打印度假銀子 一些關鍵字 都已經可以找到一大堆 關於印度假銀子的新聞 又或者是中國 更加有鑄幣廠的高層 就知道印銀子據為多有 所以正正因為一些國家 他們的假銀子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很多時當地人民 都寧願選擇用電子支付 都不會選擇用現金作為交易 第四個原因 就是跟貨幣本身的設計有些關係 眾所周知 在中國中 人民幣最大的面值是100元 到底這個又有什麼問題? 你試想一下 如果一個中國人和一個香港人 要帶1萬元出街 可能香港人 只需要帶10張1000元 就可以出街 但中國人 需要帶100張100元才可以出街 所以你說 多不方便才可以? 如果你是中國人 你也不需要用現金 再加上 其實弟弟我一直以來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中國的1元和5毛錢 都居然可以分成硬幣和紙幣? 為什麼? 貪過癮? 所以你要知道 作為香港人 你平時收到的省紙最多都是這樣 但中國人 他們收到的省紙是這樣的 第二個原因 就是一些國家的人民 普遍都不太著重私隱安全問題 首先你要知道 其實要用一些移動支付 就是支付寶 微信支付 你是要把你的個人資料 交到第三方的機構上 而究竟一些機構 會怎樣用你的個人資料呢? 沒有人知道 但這些國家的人民 他們普遍的私隱安全意識 都是十分薄弱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抱著一個心態 就是 那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都有用啊 是不是? 飲食是什麼東西來的? 可以當飯吃嗎? 所以正正因為這種心態 是更加容易令到 這些國家的移動支付 普及率會越來越高 首先第一例就是 的確 移動支付 相對上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先進的技術 但是 就不代表你們中國 是一個很先進的國家 OK 那到底為什麼 這麼多中國人 都經常不以為 用這些移動支付 就代表他們的國家很先進呢? 其實一方面 都可以簡單和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以支付方式的發展去看 由以往的現金 信用卡 電子支付 去到現在的移動支付 大家都可以發現 的確 移動支付 是一個相對上比較先進的技術 正如我剛才所說 絕大部分的中國人 他們都是用移動支付的方式 去購買物品 所以很多時候 都會令到一班中國人認為 就是 你看看我們 用最高技術 最先進的移動支付 所以我們國家 就是很先進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 有很多中國人都分開一點 就是他們一個移動支付的普及 其實是建基於他們中國 金融發展的缺陷 就是我剛才所說 你們中國的搞錢問題又嚴重 金融的配套設施又不足 再加上 申請一張信用卡的要求又限制多多 所以如果從宏觀的角度去看 其實你們中國整體的金融發展 都是有很多的缺陷 而你們之所以用移動支付 就只不過是 彌補這些金融缺陷 我想問 又是否代表一個國家很先進 出來搞笑就說 第二 作為一個曾經去過上海實習工作的人 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說 我也有用過支付寶 微信支付這些移動支付 而的確 真的好像那些中國網民所說 就真的很方便 幾乎是不用出門口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但是我覺得一些方便 其實背後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就像我剛才所說 你的個人資料 要交給第三方的機構 而它究竟怎樣用你的資料 你是無從得知的 甚至是 當你用支付寶出去 去逛街吃飯看電影 所有消費都會記錄下來 簡單來說 基本上是沒有私隱可言 所以我覺得 其實好看個人的 如果你是單純追求方便快捷的話 其實你用支付寶 微信支付我都出來不上 但是 如果你是著重私隱安全 一些問題的話 可能你用一些移動支付的時候 考慮的因素就會多了很多 又或者寧願會用信用卡 都不會用這些移動支付這樣 OK 最後第三我想說的就是 喂 大佬 好心你幫中國人 不要只用一個獎勁去衡量 究竟那個國家是先進還是落後 好嗎 好想這麼說 一個國家到底是不是先進 其實是有很多因素去決定 再加上的就是 一個國家 它所用的支付方式 其實背後都有很多原因 就像日本這樣 日本人普遍是比較注重私隱 再加上 他們的自然災害又比較多 而在一個情況之下 日本人大多會選擇用現金而非移動支付 又或者是美國 喂 大哥 人家美國的信用卡制度這麼完善 又怎會無緣無故去用支付寶 微信支付 所以真的麻煩你們一群中國人不要太妄想 你們有你們的支付方式 但又可否尊重其他國家的支付方式會有的原因 不是一定要用移動支付才叫做先進 知不知道嗎 得了一點說句 如果我用另一個指標的話 撐你個廢 你們中國人均月收入才有3000元 那你們就收爹 先你老母的盡 死開了 沒有啦 今天講到這裡 但在這裡又要重申一點 其實我不是說移動支付不好 我也沒有否認過移動支付為我們帶來的好處 而我想針對的就是 我不希望你們再用一些標準來得衡量 哪個國家是先進 哪個國家是落後 這樣就只會突然你有多膚淺 OK 最後今次帶來一件事怎麼看呢 有趣的觀眾也不妨在下部留言 跟你們一樣分敗 那樣那麼多 要不妨在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跟讚跟書家冊 分享並分享並分享 和訂閱和分享 還有幫我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請表演回音樂